就不信了 还怀不上啊 真的 我老婆有了 你干什么呢 我们不是商量过不要二胎的吗 二胎怎么了 咱家又不是养不起 孩子我是不会要的 我们离婚 你什么意思 就因为生二胎 你要跟我离婚是吗 你的坏妈妈不爱你咯 连弟弟妹妹都不愿意给你生啊 走吧 今天就是把手续办了 离婚可以 但孩子得归我 好啊 孩子我不要了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没良心 连自己的孩子都能丢下 你是真的担心孩子没有妈妈 还是想用孩子帮助小月 给你当免费的保姆 小月 孩子该喂奶了 老公 你帮我把奶瓶洗一下 记得消毒啊 你自己去弄不就完了吗 赶紧的 快点 你说你带个孩子 还非要当着两个人伺候 真是给你惯了 好了没啊 我辛苦一天了 连的饭都吃不上 老公 你能帮我哄下小宝吗 老公 我来吧 宝贝不哭啊 这是人吃的吗 你怎么说话的 怎么了 孩子都生了 他还能跟我离婚不成 徐和森 你是不是以为有了孩子 我就跑不了了 不然呢 孩子在这你往哪跑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妈 节日快乐 谢谢乖女儿 哥 你给嫂子准备了什么 母亲节礼物啊 我这次 可是给小月买了辆车 等着 车来咯 小宝不是已经有一辆了吗 这个也用不上吧 你再给小宝添个妹妹 不就用上了吗 我提前买好 省得你们到时候 又说我对孩子不上心了 我说了 我不想要二胎了 而且我下周还约了面试 我不想错过这几乎 你干嘛非要工作 小把还小 需要有人照顾 面试再说吧 我 哎呀 可是当妈的 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当妈的是这样过来的 我不就是活生素的例子吗 当初我不就是 因为舍不得你 才和你爸 耗了大半辈子吗 最后不还是被逼着离婚 你说你要孩子 不让个院长工作 难道不都是用来 捆绑小月的借口吗 妈已经不幸福了 妈不希望你们和我一样 儿子啊 千万不要等到失去 才知道后悔 老婆 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会改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就当看在孩子的份上 哦不 不管孩子的事 就当看在我 还有点良知的份上 以后家务活 我一定抢着干 我现在就去做饭 孩子还是 还需要发发 那点劲吧 快 安静点 你儿子就快到了 妈 身体好些没有 坏 儿子 快 坏 换 月月 你怎么不看着点妈呀 这是你妈 又不是我 啊 再说了 哪有婆婆靠儿媳的 不都是靠儿子的吗 哎呦 哇 今天这么多好吃的呀 哎 没您的份 这些都是我做给自己吃的 那我吃什么呀 您想吃啊 让您儿子给您做呗 再说了 婆婆肯定靠儿子的嘛 哪有指望儿媳的 我孩子就不吃了 小月 给我拿点纸过来 妈 我过两天就回来 小月 你耳朵聋了吧 赶紧给我拿点纸过来 快点 没听到吗 那边怎么能不找啊 小月 可能楼声装修呢 我换个安静的地方跟您说 哦 是吗 真的 老婆 妈喊你那么多声 怎么不理她呀 我忙着打电话呢 况且 婆婆不都是靠儿子帮忙的吗 哪有靠儿媳的呀 哎 快递 妈 给您买的礼物到了 放心吧 都是您喜欢的款式 还有一条金箱链 可好看了 到时候给您一起带回去 老婆 你买这么多东西回娘家 咱妈的呢 刚刚不是都说了吗 现在哪有婆婆靠儿媳的 咱妈想要 让她儿子给她买就好了 儿子 你看看她 一心只惦记了自己的爹妈 我都住院了 还跟我扭着气呢 我都说了 婆媳不可能成为一家人的 你还不赶紧管管她 这我哪管得了 这些话当初不是您自己说的吗 妈 我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我爸 您能帮我照看一下瑶瑶吗 三缺一 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 妈 就一下午就好 我会尽快回来的 你爸生病 凭什么让我帮你照顾孩子呀 人家都跟我约好了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妈 我求您了 我以后会好好报答您的 我可不只望儿媳妇报答我 有儿子就够了 你不是发烧吗 咱妈还干起活来了 咱妈呢 在房间歇着呢 你还是喜欢呀 妈给你买 妈 远远生病呢 您要是闲着的话 就帮忙做做家务呗 没看我打电话了吗 一点小毛病这么矫情 这不是矫情啊 您现在照顾她 等您老了 她肯定也好好照顾您 哪有婆婆照顾儿媳的呀 等我老的呀 我有儿子照顾 我可不需要她照顾呀 就做几个菜 还不如你妹妹呢 您要是喜欢这件衣服啊 妈还给你买 妈 您是靠的儿子我 可我靠的是您儿媳 远远啊 这四手五路 您不还是靠您儿媳 百散孝威仙 我照顾她是情分 我照顾她呢 是本分 可远远帮您也是情分啊 您又没生她养她 又谈什么孝道呢 十年靠婆 十年靠席 您要将心比心 咱们这个家才能好啊 忘了回头看 她又没有哭 是妈错了 没事了老婆 没事了 老婆 下个月我爸妈来旅游 你就让他们住酒店 婚前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绝不和爸妈一起住的 就住几天 没必要浪费这个钱吧 你是不是有点小笛大作了 我小笛大作 那你跟我回家 住一路约试试 去就去 爸妈 我回来了 远远回来了 晚上做的菜呀 都是你最爱吃的 谢谢妈 妈 这些菜 好像有点辣 这都是愿远爱吃的 你们平时不吃这些菜吗 我们 我吃饱了 爸 我先去看电视了 我 我也吃饱了 妈 您歇着吧 我来坐 那就辛苦你了 行 还是爸极高一筹啊 他爸呀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刚下的心寝呢 你这 你不睡 人家阿森还要睡啊 没事的妈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爸喜欢就再下一会儿吧 那就再来 你怎么了 昨天晚上看你爸心志高 就陪他多下了几把棋 这不早上又陪你妈买菜去了吗 辛苦了 去休息会儿吧 远远醒了 放马上就好了啊 好嘞妈 算了吧 这个点睡觉 让你爸妈看到多不好 干什么呢 都晃半天了 这几天的菜太辣了 弄得我一直拉肚子 那你快去啊 你爸在厕所都半小时了 我都快憋不住了 爸 哎 别喊啊 那可是你爸 我怎么敢催他呀 那怎么办呀 我再憋会儿吧 哎 这才住了几天你就要走 怎么了 我给你爸妈住一块 是真受不了 在家住的不是挺好的吗 你当然舒服了 这是你的家 你从小住到大 每天做的菜都是你爱吃的 不用看爸妈脸色 每天像个小公主一样 我呢 吃饭不敢挑 交活不敢少干 就连上个厕所都得憋着 生怕惹你爸妈不高兴了 这样的生活谁受得了啊 你这不是总结得挺好的吗 所以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我不愿意 和爸妈一起住了吧 我懂了老婆 我去和爸妈解释 以后我再也不要求 你和爸妈一起住了 我们进去吧 天成晴天 云云越远越长